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我這條影片是講中五的第十課書 Example 1 這條題目是講說 有兩座建築 有A、B、AB和CD 垂直 即是說是90度 就動在同一個水平的面 即是這個地下 我告訴你AB是55米 BD是65米 AD是100米 就叫你找個Angle of Elevation 之前我們也提過什麼是Angle of Elevation 前面應該放在我講 Angle of Elevation 其實就是講的定義是什麼 定義就是水平面 和這個人向上望那個視線的感覺 這個角的角度就叫做Angle of Elevation 同時解釋了 Angle of Depression 就是在講水平面 水平面 和視線的感覺 就叫Angle of Depression 可以嗎 OK 記住是水平面和視線的感覺 向上望的就叫Angle of Elevation 就叫Angle of Depression 記住了 好 這個定義講了之後 我們就看回題目 題目就問我們Angle of Elevation D from B from這個重要字眼 from這個重要字眼 from就是由哪裏 所以由B 就看去 用回紅色 由B 就看去D 這樣的視線 所以角度 就應該向上望 水平面就是這裏 所以角度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下面這個部分畫的圖 這個角了 OK 這個角了 行不行 好 我們怎麼計算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有三條邊 有三條邊 我們就可以用cosi formula 幫我們計整個大角 Angle abd Angle abd 計算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回它 減回90度 因為這個是直角來的嘛 這樣水平畫出來 一定是直角的 這樣就算到的答案就是22.6度 我想提起重點的就是 計算這些數呢 因為我們是應用題 是可以混合用cosi formula 用cosi formula 以及用這個 其他 就是可能是cosi tangent 直角三文那些都可以用的 不止一個計法的可以是有其他計法的 可以有其他計法的 當然這個方法就比較直接了 所以你要融會貫通 用psi formula cosi formula 或者psi cosi tangent 直角三文那些公式 就是對輪 對斜 對輪 那些都可以的 留意如果你用的數值是 不是最後答案的 就要拿多一點的小數位 來幫我們計算一個更準確的答案 記住這個問題 問你angle of elevation 千萬不要算完 這隻角就完了 你要寫完答句 才可以的 那你見到上面呢 其實有答到哪隻角 就是我們想找那隻 那其實這句可寫可不寫 不寫都可以的 你直接找個答案 最後答句回答都可以 可以 那大家就回去做instant drill one 以及一至三條 OK 好那短片就到這裏了 到這裏了 到這裏了